弟兄姐妹平安 传讲基督跟传讲福音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福音就是基督 基督耶稣所做的事就是福音 所说的话就是福音 所以传福音就是传基督 我们从第一章十二节的第一句话讲起 我愿意你们知道 保罗讲的话当然都希望 别人知道他才会写出来 只是当他用这个说法的时候 是比较强烈 我这个事情很重要 愿意你们知道 比如说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是一样的意思 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你们要知道一件事很重要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那个上下文告诉我们保罗说这话的意思 是要我们加强对以色列人 以及对外邦人的宣教工作 传福音工作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 我愿意你们知道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这里讲的重点是 在教会里要学习顺服权柄 顺服权柄是很重要的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神愿意我们知道 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我们基督在世生活 不管在哪个世代 我们是有福的人 我们有福因为我们有盼望 而且这个盼望不但不至于羞耻 也就是盼望不会落空 而且这个盼望充满了荣耀 不但充满了荣耀 而且这个盼望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 不是只是给少数人的 我们感谢主 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基督是我们的一切 包括是我们现在的力量 包括是我们过去的安慰 包括是我们将来的盼望 是荣耀的 在帖撒罗一家前书第四章 十三节到十五节 保罗讲到说 论到死去的信徒 保罗要我们知道 这些死去的信徒 比我们更早见主 比我们更早享福 已死的信徒 在基督里死的人 在基督里睡了的人 是有福的 比我们还要有福 我们对于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离开我们的人 有暂时分开的难过 但是我们更有在主里 平安喜乐的盼望 第一章十二节下一句 我所遭遇的事 这个遭遇的事 当然第三句讲就是 叫福音更加兴旺 保罗遭遇了什么事呢 我觉得最好的说明 保罗的经历 是哥林多后书 十一章二十三节 前后所讲的 我的经历 叫福音更加的兴旺 那一定是一些好经历嘛 我病得医治 而且我医治了别人 我病得医治 而且我为人按手祷告 人的病就好了 灵文派的弟兄姐妹 非常喜欢强调 我们有神迹奇事 医病赶鬼 这些事 而且祷告 跟随主 信靠主 我们丰富 不仅是身体 灵魂 而且我们的家业 我们的工作 社会 国家都蒙福 这都有圣经的应许 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中 神会给我们物质上的祝福 今生的祝福 这个是很好的事 但是 我们的神 给我们基督徒的祝福 在今生 显出多少 我们再次说 我们是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我们有神迹奇事 异教徒也有 我们有信耶稣 得到物质上祝福 异教徒也有 我们有不信倒霉的事 异教徒也有 我们的主 是千真万确的 在历世历代 包括今天 从永远到永远 祂都用祂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祂万事万物 都按着祂的奇妙旨意 在信心 不管在天堂 或在地狱 不管在今生或来世 不管在过去 或者将来 我们的神都在掌管 上帝爱不爱我 上帝对我带领好不好 不大清楚 如果你用今生的遭遇 来衡量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 爱主的人 我就一定很幸福吗 不一定 如果我是一个 恨主的人 敌基督的人 他一定遭遇 就很悲惨吗 也不一定 我们现在看自己 看世界 好像对着镜子 那个时候的镜子 是铜镜 不清楚 不是水银镜 不清楚 看了大概一个 模糊的轮廓 有没有神 有神 神公义慈爱吗 公义慈爱 但是细节上 或者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很清楚 我们继续在这种情形下 有信心 相信圣经讲的 都是真实的 如果你从小到大 到老到死 都很幸福 平安 快乐 那真是感谢主 那么如果我们不是 我想绝大多数人 如果不是所有的人 我们都会经历一些 不公不义 或者悲惨的事情 我们用什么来见证主呢 我们通常还是说 我们用好的 你看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 多么的蒙福 你看我信耶稣以后 多么蒙福 你看你们这些 没有信主的人 多么的倒霉 你买的股票都跌 我买的就涨 你们家人天天生病 我们家人都不会生病 这我想你也知道 不是这样的情形 但是我们通常还是说 我们的见证 我们劝人信耶稣 传福音的见证 是好的见证 是信了耶稣 家庭和乐 信了耶稣 比较顺利一点 可是保罗讲的 不是 他一生所遭遇的事 的确叫福音兴旺了 可是他遭遇的事 是什么呢 哥林多后书 第十一章二十三节 上下文 我多次下监牢 他不是多次上天堂 他去过一次 但是也没有多提 我多次下监牢 而且我们都知道 他下监牢是冤枉的 是委屈的 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如果今天 你走在路上 被警察抓起来 是一个冤枉的事情 我们会很生气 保罗就是冤枉的下监牢 受别人的错误的攻击 受鞭打是过重的 我们也没有被鞭打过 但是保罗因为被犹太人攻击 受过鞭打 冒死是屡自有的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他碰到过这么多危险的事 当然他还可以写很多 我们也可以写很多 我们也是活在一个 危险的世界里面 那么但是保罗受到的 不但是危险 不但是不信 不但是不公平 而且特别多 这样的遭遇 能叫福音广传吗 如果我们 推销的东西 对我们来讲 不说推销 就是传讲的基督 传讲的福音 没有带来实质上的好处 或者带来实质上的好处 并没有那么明显 那么多 而且这个主要 最主要的一个 传扬福音的人 他所经历到的 是这么多的 危险不公平 他传福音有力量吗 今天布道会的讲员 会请他吗 做见证会请他吗 就好像拿尔米一样 死了丈夫死了儿子 现在一文不明 是乞丐 要媳妇去讨东西吃 好苦啊 各位你会请拿尔米 在布道会里面做见证 这里有位姐妹 她的遭遇非常离奇 是能大大见证住 她跟随主 后来死了老公 死了两个儿子 你看她多么的幸福 所以你们也要信耶稣 多么的幸福 怎么会呢 保罗是更直接 在传讲福音的 他身上的伤痕 身上的这些东西 好像都显出上帝 对他没有什么保守 保罗在他的最后一封信 提摩太后书 第一章他说 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 亚细亚是保罗宣教的 第一个地方 他花了很多力气 最早在这里耕耘 在这里照顾 关心他们 可是这里人都离弃他 四章十节 迪玛贪爱世界 就离弃我 原来是他的好童工 四章十六节 没有人能前来帮助 竟都离弃我 保罗的遭遇 跟他所传扬的耶稣 真的好像 耶稣在十字架上 连天父都离弃他 但是我们稀奇的是 保罗在说 所有的人 没有人来帮助我 竟都离弃我 下一节 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 唯有主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被我竟都传明 哇 他有一个多么平安的良心啊 主加给我力量 在这一切的年岁当中 很多的辛苦 但福音被我传遍 福音兴旺 我的见证 因为我信靠神 因为神怜悯我 没有叫人跌倒 或者是起码我们看到 有很多人 更加坚定地跟随主 各位 我不是说见证不好 我更不是说 我们在生活中 要寻求苦难艰难 各位 成功随学固然不对 但是吃苦神学也不对 成功神学 信了耶稣就被无哉无恙的 这个讲法不合圣经 但是说我们信耶稣以后 说要背十字架 我是很强调十字架神学 但是十字架神学并不是说 我们就要受苦受难 你选老婆的时候 就一定要选又丑又坏又恶的 如果你要选那个漂亮的 就是贪爱世界 我们穿的都要破破烂烂 破破旧旧 这也不对 你说那我们就中庸一点 不要太前进 也不要太落后 这也不对 我们或吃或喝或穿 荣耀主的名 或者说主给我们的托付就好了 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找那些苦头来吃 我们要舍己 要背十字架 但是我们也一定知道 主会成全我们 我们这个己是在主的恩典之下 被成全的 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 固然跟世人一样 劳苦愁烦 转眼成功 我们便如飞而去 但是我们也必须说 这一生的道路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就是我们有艰难 当然有艰难 非常多艰难 难以描述的 尤其是跟随主在这世上 为他受苦受难的很多 但是基本上 我们还是喜乐的 主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是像婚姻里面的誓词一样 在患难的时候 在贫顺的时候 在贫穷的时候 在富足的时候 在任何一个时候 谁处谁在 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们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下 在人生有很多的悲剧艰难 没有信的时候很多 信了以后还是很多 为什么我们还要信下去 为什么我们还要传 保罗能够继续地传 我希望弟兄姐妹 我们也能够继续传下去 这个不是一个传统 这种传统很容易就死掉了 这也不是一个习惯 这种习惯很难养成 很容易失去 我们继续积极地传福音 个人团体团系教会都是 我们不仅是对非基督传福音 我常常讲 我们对基督徒也要传福音 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我们对基督 对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 还继续需要他的福音 天天拖住我们 我们不能够不讲上帝的爱 因为上帝的爱 福音拖住我们 使我们能够过一个 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如果你慢慢逐渐地 忘记了上帝的爱 你就对上帝慢慢不尽 你也会在生活中 越来越觉得担子沉重 我们能够传 保罗能够传 我们继续能够传 在我们不顺利的时候 顺利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传 要见证主 这必须有一个动力 这必须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动力 甚至是越来越深的动力 这动力就是上帝的爱 如果我们慢慢像以弗所教会一样 把起初的爱丢弃了 把我们认识神的时候 那种对神敞开的 神给我们的爱丢弃了 我们也会把那种初恋的爱 对神对人慢慢丢弃了 所以要广传福音 要努力地传 我们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恩典 我们要不断地重温上帝对我们的恩典 当然最重要的是想到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这些所做的一样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件事 耶稣在十字架上 道成肉身为我们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传祂的事 我们传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 救人脱离罪恶 这对很多人来讲 无关痛痒 不重要 你要我信耶稣 信了就发财 那我信 你要我信耶稣 信了就 我的家庭问题就解决 这我也信 你要我信耶稣 因为耶稣救我脱离罪恶 我们根本大多数人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恶 我们不觉得上帝对我们有什么恩典 我不是那个吸毒杀人放火 做了很多的恶事 然后上帝怎么救我脱离了监狱 脱离了死刑 我不是 我不是坏人 各位你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 经历过一件事 有一个法利塞人请他吃饭 席间有一个女人拿香膏抹他的脚 一直哭 一直亲他的脚 用头发把他擦干 他在众人面前非常失态地 对耶稣有那种狂热的爱 请耶稣的那个法利塞人就说 这个人不是先知 他怎么让这个不好的妇人跟他这么亲近呢 耶稣就说 我问你 如果两个人都欠了主人的债 一个欠了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了五两银子 他都把他免了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那个免他债的人 那个法利塞人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 各位如果你觉得上帝对你的恩典不多 有了不多 不多的一个理由就是 我是一个好人 我非常努力地有这些成就 上帝可能推了我一把 但是我是非常努力地 自己努力地把这一草一木 所有的东西建设起来 我不欠什么上帝的东西 我不是杀人犯 我没有犯什么罪 我没有什么 不太需要耶稣的保血洗净我的过犯 如果你对上帝的认识 你对你自己的认识是 我还蛮不错的 我也不能够做什么见证 因为我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辈 被上帝赦免了 我没有欠上帝很多 我没有做很多措施 我蛮好的 老实说上帝还欠我一点 各位愿神开我们的眼睛 看到我原来是何等的人 现在我成了何等的人 看到他给我们的恩典 是多么的丰富 看到你的罪恶 看到赦罪之恩的大 耶稣对那个法利赛人讲的话 西门我到你家 你没有遵行代课的基本三个条件 你没有给我端水洗脚 你没有亲嘴问安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因为你觉得我对你可有可无 我对你没有恩典 我对你没有大恩 这个女人 对我是如此狂热的爱 因为她是一个不名誉的女人 她知道我的赦免 我的拯救 各位愿你的生活 不管在得救前后 都是非常的规矩 非常的顺利 非常的有成就 愿你是这样 但是愿你也能够看到 你的成就 你出色的表现 都是上帝的恩典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那么对每个人来讲 有一个普遍 大家都有的恩典 就是基督救人脱离罪恶 这需要圣灵的光照 神的话能够打进我们的心里 你是模范生 你是成绩很好 我知道我们信友堂 这样的人特别多 优秀的教会 优秀出色的人 精英分子 我们很多感谢主 但是我们也都有罪 归缺神的荣耀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钟乐透 得博士 这人是有福的 金榜提名 这人是有福的 聪明能干 这人是有福的 有好丈夫好老婆 这人是有福的 有好家庭 这人是有福的 赚钱很多 这人是有福的 这都是 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经历到 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 这人是有福的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有福 虚心的人有福了 哀痛的人有福了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会有福 我们不能够每个人都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有人中事小事都不能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 巨大无比 天使都不能比的福 就是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 耶和华不算我们有罪 愿神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罪的 让我们看到罪恶不得赦免是痛苦的 大卫的这个经历 应该是每个人的经历 只是我们通常 包括基督在内 我们尽可能地把这个痛 这个罪恶压下去 告诉我们自己已经快要坏掉的良心 我没有什么错误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终日哀恨 骨头枯干 白日黑夜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如同夏天的干旱 我的罪在我前面 大卫杀了很多人 但是只有乌利亚那个 算是一个邪恶的杀人 大卫有很多女人 但是我有八四八 是她犯淫乱 玷污 大卫犯淫乱 犯谋杀罪以后 到她认罪 时间有多长 我们不晓得 因为她的孩子 已经生下来了 我们不知道孩子 生下来多久是死的 但是就算生下来不久就死 最少有一年的时间 大卫照样去圣殿敬拜 照样有很多很好的服饰 但是她骨头枯干 她终日哀恨 她没有真的快乐 所以当拿丹指出她有罪的时候 她立刻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如同夏天的干旱 十篇五十一篇更有名 第二节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静静 并结束我的罪 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像马克白夫人一样 杀了自己的君王 很勇敢很狠 杀完了有神经病 总是在洗手 总是说这里还有一点血 你的罪恶 不能靠任何方法除去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求你用牛气扫洁净 我就干净 求你洗滴我 我就比血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 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 可以勇耀 求你烟面不看我一切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每一个人 罪恶对他的控告 让他痛苦极了 不必有任何的处罚 就够痛苦了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恶 不再在我们眼前 也不在神的面前 因为耶稣的宝血洁净了 我们怎么能够不欢喜快乐的 传扬福音 怎么能够不求圣灵 让听的人知道他多么需要 得到赦罪的恩典 第二个我们不仅从耶稣基督的工作 得到赦罪 不算我们有罪 被饶恕 而且我们与神和好 法官跟犯人中间 应该是没什么感情的 有感情 有交情 应该要避嫌 可是我们跟着审判 我们的法官 包括审判我们以后 恕我们无罪的法官 我们在审判以后 跟他是非常的友好 各位我们不仅是得到赦免 我们跟他成为朋友 以福所书二章十六节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袋鼠 消除了人和人 还有神和人之间的仇恨 使大家和好如初 一个例子就是 大卫和他的儿子压杀龙 大卫非常爱小孩 所以他对小孩管理得不好 他的儿女大概都被宠坏了 大儿子就是太子 暗嫩就是这样 强奸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 大卫没有做什么事 亲哥哥压杀龙就报仇了 把暗嫩杀了 杀了就逃了三年 后来在约压的劝告之下 大卫很想念压杀龙 但也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就让压杀龙回来了 而且说饶恕压杀龙 饶恕却没有和好 压杀龙回到耶路撒冷 大卫传话给他 叫他回家 不要见我的面 他们彼此之间 大卫饶恕了儿子 但是没有和好 后来当然有更大的悲剧 我们求主帮助 在世上 我们不是冰冷的一个人 我们跟人是和好的 不仅是嫌隙没有了 我们和好 最后基督或者福音 使我们平安喜乐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耶稣将他的平安赐给信徒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 耶稣将他的喜乐赐给信徒 我们感谢主 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的喜乐 这个平安 不是我自己觉得很安 而是整个的环境 让我不害怕 我们感谢主 主将他的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 我们仍然会经历社会上 其他人的错误 和我们自己错误 造成的不安和不愉快 但基本上我们有 跟神和好 跟人和好的平安和喜乐 所以即便我们经历了一切的不幸 因为基督 因为福音 对每个人有最少这三个 一个罪得赦免 一个跟神跟人和好 一个平安喜乐 这三个美好的福气 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 所接受 不能不说 我们不能不说 腓立比书一章十三节 以自我受的捆锁 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 已经明显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基督的缘故 各位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让我们的生活 家庭 身体 工作 都幸福 是 不太容易 尤其在今年 很多困难 但是如果真的碰到这些困难 我们求主帮助 就笃信不疑 越发放胆地传神的道 无所惧怕 我们希望 疫情或者任何的不幸 明显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而且我们越发笃信不疑 放胆传扬神的道 甚至有人服事 或者传福音 是出于嫉妒纷争 保罗说 出于不良动机的 没关系 只要福音传开了 基督传开了 我就高兴 还要更加高兴 哎呀 这好像我们基督在世 真的是没有什么悲哀的事 都喜乐 即便有人带着不好的动机 只要他在传福音 保罗说 没有关系 但是 有一个情形之下 保罗不允许 迦勒泰书一章八节 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你带着错误的动机传福音 带着嫉妒纷争传福音 保罗可以容忍 你传错误的福音 因为那带领人下地狱 保罗说 这人要被咒诅 那么我们求主 帮助我们 所有的事情 能够让我们 更加积极地传福音 因为所有的事情 我们知道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们不是爱神的人 妈妈 我大胆地把这句话改一下吧 万事互相效力 叫神爱的人得益处 我们都是神爱的 我们祷告 天父 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怜悯恩待我们 你的教会 你的儿女 两千年来 屡屡犯错 屡屡有最大恶极的错误 你却仍然爱你的教会 你却仍然保守你 你的教会 以至于我们今天 甚至在读使徒信经的时候 都说 我信教会 我信你的恩典 在教会中显出 耶和华 我可慕你 如露倩慕西水 在你的祭坛那里 燕子为自己 找着报处之窝 住在耶和华殿中的 便为有福 愿我们珍惜你 给我们的恩典 愿我们传扬你 给我们的福音 因为这实在美好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